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貂蝉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夏季暗恋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97年的北京城 那年夏天的大街上 有一群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街道上的高二学生 其中一个女孩名叫维维 她有一个藏在心底却又经常露出眼底的秘密 那就是她暗恋着学校的美术老师邹也 维维喜欢拼帖画 所以经常会躺在床上搅剪杂志 可好友徐青的突然到来打断了她 徐青总是想着怎么挣钱 刀卖磁带是她最常做的校园生意之一 这个学习开始他们增添了一门生物课 生物老师知性美丽 来的第一天就成了男生们的养目对象 上课时维维还是一心铺在杂志上 她将脚剪下来的图贴在牛皮纸上 并想将其装订成同学册 可她需要一个大的订数机 听班长说美术教室里有一个 于是维维来到了美术教室 美术教室没有人 她竟只走了进去 在找订数机的时候 她忍不住看向桌上的水杯 和一铺杂乱的被褥 那是邹也在这里生活的痕迹 就此这时 邹也回到了教室 她已倾壳失忆了一下 维维吓得转过了头 当与邹也对视后 她不知所措的夺门而出 她跑到了操场上 刚好远远看见邹也也走了出来 她去找徐青买磁带 知道徐青和邹也认识 维维必让徐青帮忙搭线 带自己去接订数机 徐青痛快地答应了 只是当维维拉着徐青 她让徐青拿着自己的贴话 先进去说明情况 自己则是在门口等着 用掉落的树叶拨动着积水 像是拨动着自己那杂乱的心 邹也听说世界订数机 自然是答应的 可徐青却在离开时走得急 不小心将维维的剪贴话 掉到了积水处 站在门口的维维冲了上来 心疼地捡起了剪贴话 打算晾干 听到声响的邹也走了出来 她表示自己可以修复好的 俩人还是先去上课吧 下课后 维维赶忙来到美术室 刚好看着邹也正拿着运斗 细心修复着自己的贴话 她夸奖维维做得不错 可是要想装定成册 还是用现状会更好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她帮忙 随后 她还送了维维几本有关 拼天艺术的书 这一系列的举动 让维维本就躁动的心更是火热 维维还有一个爱好 喜欢收集五彩的瓶子 像是她那颗跳动雀跃的心 充满了五彩的阳光 她开始以请教维 由经常去美术室找邹也 久而久之 维维发现美术室里有一幅谋上的话 她在扫操的时候看准机会 溜进了美术室 可当她打开画布一看 确实空白 邹也的灵感枯竭了 已经久未作画 这个秘密只有维维知道 而暗列邹也这件事 也只有她知道 就连最好的闺蜜都不可以说 在一次体育课后 维维又来到了美术室 她拿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 接着坐在了一旁的长凳上 邹也看着维维 突然就有了灵感 她拿起了画笔开始作画 维维询问道 你在画什么 邹也说 在画你呢 维维听后紧张又激动 眼睛不知道该看向何方 手指在不停打圈 小心翼翼地咽着口水 双脚紧绷交叉着 不知道该笑还是不笑 就这样一直到了夜晚 邹也终于创作完毕 维维让邹也请自己吃顿饭吧 邹也答应了 并将那幅画送给了她 两人一起走在路上时 维维牵起了邹也的手 邹也这才知道 维维的心思 她赶忙躲开 并在了之后 有意地远离维维 可暗恋的思绪 已经充满了维维 她开始想要快些长大 或许这样 作业就会喜欢上自己 她将自己的秘密 悄悄地写在了公告板上 最近 学校在组织绿化评比 维维积极地参与了 因为这样 她可以借着搬花 浇水的名义 多在美术室逗留 她悄悄记下作业的课表 算好了时间 穿上漂亮的裙子 躲在楼梯的转角 制造偶遇 她忍不住 一直跟随着作业的步伐 每一次的接近 都让她心生欢喜 这天 好友徐晶弄来了一条鱼 她将这条鱼 养在了美术室 维维坐在一旁的长凳 等着她 当她看到作业 拿起画笔 朝自己看的时候 以为又是给自己做画 紧张地拨弄头发 但其实 作业画的 只是她坐的长凳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喝了酒后 维维回得防线乱舞 不小心打碎了 收集的瓶子 可她却在这破碎中 发现了另一种美 她想到 自己同学册的封面 该怎么做了 她满怀期待地 拿着做好的同学册 放到维维的桌上 希望她能给自己写一页 却不知 维维早地上辞成 打算离开 为了养鱼 徐晶经常出入美术室 她发现 维也藏着一本特别的画册 第二天再来到美术室时 她发现 自己的鱼死了 是维也嫌麻烦 将垫弯了 这条鱼 花了许晶不少钱 她报复性地将发现的画册 张贴了出来 画作的内容十分露骨 校长很是生气 送了之后 维也也不再出现在学校 维维以为校长将她开除了 她跑到校长面前 说画中的人是自己 维也只是帮忙鉴赏 与此毫无关系 可校长却告诉她 画中的人是维也曾经的爱人 维维听后跑到美术室 想要看看她画中人的模样 却在找的时候 被那只放在一旁的小恐龙 吸去了目光 她将小恐龙带了回家 不久后 她收到了 邹也进来的同学录 册子被重新装定了 只是维维让她写的那一页 仍是空白 维维和上册子 走出房间 留下的是门背后贴着的 邹也送的画 画中的少女眼中炙热 内心雀远 少女情怀总是湿 藏不住的怦然心动 或是无病身影的心思 都是这场青春的闪光点 即使最终以遗憾落场 却越是另一种圆满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 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